这两天最火爆的新闻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 网络上各种消息铺天盖地 有说俄罗斯可以速战速决的 也有说俄罗斯即将陷入战争泥潭的 总之众说纷纭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我们要讲这场战争的分析时评 当然不是 我们这频道还是会秉持以历史为主的基调 网上的消息太多太杂 不知道孰真孰假 因此不做评判就是最好的态度 一切以权威消息为准 对于这件事我只说一句 希望那些借着战争字还发表一些恶俗言论的人 还是口上积德为妙 好了下面言归正传 在群雄并起的大争之势中 强国东征西讨 微风八面 而那些家在强国间的小国弱国可就惨了 他们往往会沦为牺牲品 不过这些小国难道就注定无法改变命运吗 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手段呢 我认为办法还是有的 毕竟天无学人之路 虽说困难重重 但总好过坐以待毙 如果要从历史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那么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最好的一个载体 在这个时代中国古代的外交理念开始形成 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说到古代外交理念 我想把它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是不实用的外交理念 第二大类是实用的外交理念 不实用的外交又分两类 第一类是儒家的人意思想 第二类是道家的自然思想 这两种思想在春秋战国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中 已经不合时宜了 至于实用的外交 则是以下几种 首先就是管重为代表霸权思想 这种理念在春秋时代盛行 发展到极致就是战国时代惨烈的兼并战争 不过以上这种是大国的专利 而小国可以采取的外交手段就是合纵和连横 当然大国也可以连横的 不过我们今天只说小国 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功一强 而连横则是以小事大 这两种策略看似都可以选择 但必须分情况 这也就是看强弱差距是否悬殊 如果小国和大国差距过大的话 合纵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五个小国加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大国的对手 接下来我们从春秋战国说起 看看当时的国际局势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宋国 春秋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大国争霸 其中以晋楚争霸为主线 两大强国进行了长达八十多年的争霸战 在春秋时期能对中原产生影响的强国 基本只有晋楚秦齐四国 五国称反时间太短 越国对中原影响力小 这里不做讨论 除了这四个大国之外 其他国家都可以算是小国 而且大国和小国实力悬殊较大 因此在这一阶段 合纵是没有什么操作性的 小国若想生存下去 只能选择一小事大 宋国作为中原国家处于处境争霸的焦点 在这个位置上 无论如何都无法置身事外 非得从两者之间做出个选择不可 面对命运的抉择 宋国做出的选择就是死抱紧国大腿 宋国做出这个选择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就是晋国对宋国有恩 而楚国对宋国有怨 当初宋文公继位后 国内形势不稳 但他得到了晋国支持 最后顺利评判 而楚国恰恰相反 原有宋湘公被处前于盟会 近有处使不假道以辱宋 这些矛盾累积下来 宋国这个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 当时看总体表现 晋国还是比楚国更强的 双方多次交战中 四场大战 晋国赢三 九场小战 晋国赢八 出于这个考虑 宋国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 都死心踏地的跟着晋国 甚至在晋国于比之战惨败后 也没有背叛 宋国这样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虽然招致了楚国的仇恨 多次遭到打击 国都甚至一度到了 一子而食 息鼓而吹的地步 但反过来 这样坚定的态度 也能得到晋国的坚定支持 当然晋国也不可能每次都来救援 有些时候只能靠宋国自己 抵挡楚国大军 但尽管如此也强过两头不讨好 说到这里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反面教材 那就是正国 这个在春秋早期成霸中原的国家 如今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悲剧 在晋国和楚国的轮番打击下 苦不堪言 论其原因归根结底 还是正国采取了不明智的外交策略 正国的外交策略与宋国相反 他们采取了墙头草政策 也就是谁强就跟谁 谁打过来就跟谁 在正国看来 是晋国和楚国不讲信用在先 因此正国左右摇摆 也就理所当然 这个道理看似说得通 但却有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小国和大国不可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对话 晋国和楚国军力强大 他就是言而无信了 你又能怎么样呢 反过来要是正国言而无信 那不就给了对方出兵的借口吗 这种墙头草政策虽然看上去比较务实 似乎有利于自保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在强国之间反复横跳就是玩火自焚 正国成为晋楚双方争夺的焦点 轮番遭到两个强国的打击 遭受征伐的次数更多于宋国 可能有人会问像宋国那样死扛 如果被强国直接灭亡怎么办 其实这种情况在春秋时代是很少发生的 当时的主旋律是争霸而不是兼并 另一方面在晋楚争霸后期宋国也逐渐致力于缓和和楚国的关系 虽然依旧更亲近晋国 但有时也会和楚国牵挟也和盟约 除此以外 宋国还有着更大的谋划 在晋楚两国近百年的争霸后 双方都筋疲力尽 而且谁也无法奈何对方 此外 晋国内部六卿崛起 楚国也受到吴国的严重威胁 双方各自面对内忧外患 争霸战争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 宋国抓住这个时机两次提出尔兵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为这场争霸战画上了一个句号 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 局面就不一样了 各大战国纷纷发动残酷的兼并战争 想苟活就更加艰难了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合纵了吗 答案仍然是很难 因为弱国才合纵 但弱也是相对的 至少也得是央国韩国这种级别的国家才能参与 比如五国伐旗 就是央国通过合纵取得的重大胜利 虽然中山国参与了五国相王 也算是参与了合纵 但是事后齐国对此不予承认 并且只针对中山国 齐国理由很充分 中山确实实力不足 不过中山国最终还是挤进来了 虽然是特殊局势下产生的一个特例吧 所以宋国倒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机会 再说连衡 此时连衡也不好使了 即便你想给强国做附庸 人家也不一定保护得了你 如果宋国再赶上一次春秋时期 楚国那种持续五个月的围攻 大概率就灭亡了 再看郑国和宋国的周边局势 此时郑国处于韩国 魏国和楚国三国间 而宋国处于齐国 魏国 楚国三国间 形势呢 都不怎么乐观 不过在类似形势下 宋国却比郑国 多坚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是怎么回事呢 郑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韩国 当时三家分禁时 韩国就在觊觎郑国了 断规劝韩王占据成高 就是在位将来灭政布局 这个时候郑国怎么办呢 投靠魏国或楚国都是不可靠的 因为魏国或楚国即使愿意提供庇护 他们也不可能永远保护郑国 总有抽不出手的时候 事实上最终结果就是这样 韩国趁着魏楚爆发战争 无暇他故从而一举灭政 此时郑国唯一一条活路就是示弱 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 跟韩国硬刚 甚至主动出击 示弱有几点好处 首先可以保存实力 避免无谓损失 其次可以让韩国轻敌 最后就是引起为国足够的重视 这样目的就达到了 让双方都不能忽视你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对方面掉 历史上在郑国最后的日子里 他们仍然打得积极主动 甚至还攻入韩国境内并获胜 这样一来韩国肯定会拿出全部实力 而魏国可能也会想 郑国有两下子呀 应该没那么容易被灭掉吧 我先不管他了 结果郑国就这么悲剧了 对于郑国来说 核心要点就是保存实力 争取时间 以待局势变化 当时三晋虽然结为同盟 但其中并不是毫无间隙 事实上在郑国灭亡后六年 韩魏两国就翻脸动武了 如果郑国再继续坚持几年 说不定事情就有转机了 再看宋国 在战国时期 宋国开始还是比较低调的 基本展示出一个被魏齐楚三国欺凌的形象 战国册有关宋国的部分 有许多相关记载 但是他们从不积极反抗 因此 宋国在战国的前一百多年里 始终没有灭国之危 三大国可以欺凌宋国 但不可能放任别国灭宋 这样反而保全了自己 同时宋国低调发展 在战国中期 实力有了不小的提升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 说不定宋国有坚持到最后的希望 可惜小国终究是小国 对于小国来说 摆正自己的位置是第一位的 到了宋康王时期 宋国开始飘了 他们四面出击 先后得罪了魏齐楚三个大国 一个小国如此高调 必然是自取灭亡 最终 1286年魏齐楚三国合力灭宋 将其瓜分 如果宋国不那么狂妄 而是继续低调 或许两年后的合纵伐旗 会有他的一个位置 通过上面的故事 我们可以总结出 小国相对而言 比较安全 稳妥的生存之道 首先就是判断 大国有没有消灭你的念头 还是仅仅想把你收为附庸 如果对方没有打算消灭你 那么就必须要选定更强的一方 跟着他一条路走到黑 这样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 跟另一方修好的可能性 不要过度刺激对方 比如宋国因为处使不假道 就将其杀死 从而激怒楚国 这样就很不可取 小国要低调尽量保全自己 等待机会 一旦发现强国 露出疲态 则全力促成议和 给自己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但如果对方想要灭亡你 那就要势敌以弱 放松对方的警惕 同时将自己的处境 以稍微夸张的形式 告诉另一方 迫使他介入 从而为自己争取时间 以待局势 发生变化 当然以上这些策略 都是治标不治本 无非是减少损失 延缓灭亡罢了 小国要想真正生存下去 除了复国强兵以外 别无他图